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带您看本周新片 电影特别嘉宾 由横扫国际大奖的加拿大导演 艾腾伊格言指导 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女教师 卷入一桩性侵案 明明什么也没做 却坚称自己有罪想要入狱 这让她的父亲百思不得其解 决定开始追查真相 另一部是日本导演 世之玉和最新立作《真实》 全片在法国拍摄 招来法国两大影后 凯撒林丹尼弗和朱丽叶毕诺许 同台标系 世之玉和首次跨界合作的作品 让影迷更天期待 擅长拍摄家庭主题的日本导演 世之玉和推出法语新作《真实》 这是她首次在海外拍摄的作品 找来法国传奇女星凯撒林丹尼弗 以及法国影后朱丽叶毕诺许 同台标系 故事围绕一对母女 妈妈是法国影盘巨星 在出版自传之际 女儿特地从美国回来祝贺 看似温馨的重剧 却让两人多年相处上的矛盾 再次浮出台面 个性强硬的母女 在斗嘴真实中 渐渐找出共处的方式 也解开彼此心结 曾获坎成评审团大奖 肯定的加拿大导演 艾腾伊格言 推出全新力作《特别嘉宾》 剧情讲述一名优秀年轻的女老师 同时担任学校学生社团的指挥 在一次巡回演出中 因为玩笑而让她遭到 性侵未成年人的指控 尽管指控不实 但她仍坚称自己有罪 这一切让她的父亲难以理解 因此开始追查真相 剧情片《谢谢你》 讲述一位有着强迫症的法国女子 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去世后 她决定资深前往美国西部旅行 完成她心中的愿望 她在旅途中遇到了脾气暴躁 又愤世的陌生男子 尽管他们的相遇并不完美 但他们还是决定结伴前往目的地 两位陌生人就在漫长的公路上 渐渐熟视 两人迥异的个性产生了许多冲突 但也在旅途中逢补彼此内心的伤痛 南韩喜剧片《政客诚实》中 以信念手法反映现实选举生态 故事主角是一位说谎诚信的国会议员候选人 平时面对选民总是说尽漂亮话 甚至撒谎说奶奶已过世博取同情 而被迫埋名生活的奶奶 对于孙女的行为感到失望 她向天祈求孙女能做一个诚实的政治家 没想到愿望成真 这位国会议员候选人开口都只能说内心话 说出的真心话让她的竞选团队十分头痛 只能想办法在混乱局面中重获明星 装设综合报道 埃及历史最悠久的佐塞尔金字塔 历经14年修缮 终于重新对外开放 位在埃及撒卡拉拥有4700年历史 外观呈现阶梯状的佐塞尔金字塔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石造建筑 古埃及人如何完成这项浩大工程 对考古学界来说至今是个谜底 根据史料 佐塞尔金字塔的建造者是古埃及第三皇朝法老的御医和大臣 硬和田 许多人对硬和田的名字并不陌生 好莱坞电影神鬼传奇中 硬和田以反派坏祭司的形象现身 不过有别于电影的反派角色 硬和田在考古学界被誉为人类第一位建筑师 佐塞尔金字塔就是他的杰作 这座金字塔在一九九二年 埃及大地震受损 两千零六年开始修复工程 前前后后耗资了两亿新台币 佐塞尔金字塔的开放 由旺卫埃及观光产业添增元器 充满神秘的古埃及文明 等待游客来去探索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午夜钟声响起 华丽灯光秀沿着长江照亮城市 武汉终于解除封城 七十六天的封城 九百万人的隔离 这座饱受创伤的城市 终于迎来了复苏 十二点钟一到 对外交通重新开放 数万民众抢在第一时间离开武汉 就怕政策临时改变 高速公路被车炒急得水泄不通 火车站旅客大排成龙 连夜买票赶着出城 机场也涌入人潮 旅客纷纷戴着口罩 甚至有人穿上防护衣 全副武装准备飞离武汉 一月二十一号开始没出门 然后一直到今天 然后头一次出门 然后现在是去找父母 你不要再说了 在这哭了 因为也比较一万 就没想过回来 待那么久 我不说了 我是回武汉的第二天就封城了 然后就一直在武汉待到现在 武汉这回这次疫情 其实失去了也挺多的 武汉人民也付出也挺多的 每个人差不多在家里 封闭了有七十多天吧 大家都挺难的 然后现在可以解封了 应该也挺开心的 闷了76天终于重获自由 民众心情百感焦急 不过解除封锁并不表示 人人都可以离开 民众必须持有健康认证码 才能出城 机场和铁路站 也做了相关防疫措施 设置重重关卡就是为了预防疫情二度爆发 毕竟武汉肺炎最大感染风险 来自无症状传播者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 武汉累计确诊人数约五万人 死亡人数两千五百多人 然而官方统计和实际情况相差多少 频频遭受质疑 日前有中国媒体披露 武汉开放亲属领取骨灰 一处殡仪馆光是两天就运来了五千个骨灰坛 疫情爆发以来 到底有多少武汉人民染疫或死亡 恐怕永远成迷 中央社综合报道 犹太世界正迎来三大重要节庆之一的愉悦节廉价 纪念祖先出埃及重获自由 但本该弥漫焚烧酵母白烟 民众笑声的以色列街头 在武汉肺炎疫情笼罩下 直升下巡逻警车 武汉肺炎中东拉警报 截至九号上午 以色列确诊人数超过九千四百人 死亡数达七十二例 为防止廉价过后疫情恶化 总理尼潭雅胡七号执行全国封城令 禁止城市间交通来往 直到十号为止 晚间也执行宵禁 要组止民众在逾越节晚餐 举行大规模亲友聚会群聚感染 泥潭雅胡的严格禁令 主要防堵国内极端保守犹太教徒哈雷迪 哈雷迪社群严守犹太传统 不与世俗交流 经由网络与电视 对政府命令宣导慢半拍 更坚持举行大型宗教集会 是以色列防疫高风险族群 局外媒报导 人口占以色列一成的哈雷迪 在全国确诊病患中就占了五成 为二组疫情在社群扩散 政府甚至出动军警 强行冠病耶路撒冷的哈雷迪会所 而尼潭雅胡的盟友 哈雷迪出身的卫生部长李兹曼 在二号确诊武汉肺炎 两人常出席同一场域 因此尼潭雅胡也正执行自我隔离中 中央社综合报导 但您关心科学消息 科学期刊《自然的最新研究》指出 南极大陆原来不是一直都天寒地冻 有一组欧洲科学家重建史前气候 分析化石残骸后发现 距离南极点不到1000公里的地方 曾经存在温带雨林 研究人员透过绘图重建当时的景象 有植物群和苔藓以及冒烟的火山 还进一步估算出宝贵的数据 像是南极大陆当时的年均温是摄氏13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